小镇上有两绿皮火车,它是专门用来运送物资的。 这天,车厢上一箱黄金不见了,警长陆希正好乘坐这辆火车,他赶到现场时,发现地上有两个烟头。 值班员皮特回忆起当时的场景。 上午,我们组长送来一个箱子,说里面有贵重物品,让我注意看管。 火车开了一段时间后,我听见有人敲门,先是两下轻的,然后是三下重的。 我以为是列车员,就把门打开了,结果闯进来两个陌生人,他们都戴着头套,只露出两只眼睛。 他们将我打倒后,各自点上了一根烟,还叽叽咕咕地说了些什么,但火车声音太大了,我没听清楚。 警长听到这里,摇了摇头说,你刚才编的这段话,漏洞实在太多了。 皮特故作镇定。 才不是编的呢,你说说看,有哪些漏洞? 你刚才说,警匪倒是只露出眼睛的头套,那他们怎么可能吸烟呢? 而且,火车声音很大,你怎么还能听到轻轻的敲门声,实在是谎话连篇。 因此,我认为你有重大嫌疑,跟我去警局走一趟吧。 经过审讯,果然是皮特将装有黄金的箱子藏了起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